大家好 今天是温哥华时间1月21日 欢迎收看港湾播报 我是Cherry 中国驻加拿大温哥华总领馆网站 于1月19日发布通知提醒中国公民 在春节期间前往温哥华及周边地区旅游时 必须注意的十大事项 这是继中国外交部于1月16日发布 谨慎前往加拿大公告之后的又一重要通知 中领馆的最新通知中提到 注意防范电信诈骗 严格遵守加拿大海关随身携带的物品规定 如果随身携带现金或汇票超过1万加币 必须向海关申报 否则将被处以罚款 如果在随身携带的电子设备上 存有未成年人色情内容将被判处监禁 通知还提到要遵守当地交通规则等 如果驾车时超速酒驾涉及伤亡事故 将面临数年甚至终身监禁 通知还特别强调 不能接触和携带大麻 强调如果在加拿大吸食了大麻 即使没有携带 在国内下飞机时被查出吸毒 等于在国内吸毒 这一条对于准备回国的加拿大华人华侨 也需要特别引起注意 加拿大外交部长方惠兰即将率领 加国代表团前往瑞士达沃斯 参加22日开幕的世界经济论坛 加拿大与中国的紧张关系 将成为论坛上的另一焦点 方惠兰已表示 尽管中国与处威胁 但仍会在达沃斯争取盟友合作 加拿大联邦基础设施部长上平 星期日亦强调将继续联合盟国 坚持捍卫家人权益 国际盟友已认知对中国威权主义的忧虑 上周中国驻加拿大大使卢沙野 警告加拿大政府不要企图在达沃斯论坛中 谈及不属于经济的议题 也不要禁止华为参与加拿大的武制建设 否则将承受后果 加拿大联邦基础设施部长上平 接受Global电视台采访中表示 我们会继续倡导 继续拉拢盟友 会确保加拿大声音被世界听到 他又说 我不认为威胁有什么作用 除了方卫兰之外 国际贸易多元部长卡尔 创新部长贝恩和财政部长莫奈等人 都会参加世界经济论坛 内阁官员会多方出击拉拢盟国 上平相信 国际盟友已认知 这不仅只关系到两个加拿大人被中国任意拘留 而是对中国威权主义的忧虑 他说 盟国均意识到 如果想要以法治维持世界秩序 想要捍卫人权 就必须团结一致 必须用一个基调说话 对于华为是否该涉入 5G建设 联邦保守党外交事务评论员 奥图呼吁总理特鲁多 要展现明确的领导力 他说 首先该做的就是禁止华为 奥图说 其他的五眼盟友 已经禁止华为参与5G网络建设 加拿大要配合盟友行动 曾担任加拿大总理国家安全顾问的法登 在环球邮报撰文提到 如今的事态发展更该让加拿大人警觉 中国政府为了捍卫国家利益 是会采取极端行为的 中国大使出言威胁加拿大 等于默认华为的战略重要性 如果让中国共产党不受限地 进入加拿大通讯网络 会是怎样的局面 法登说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个月曾说 没有人可以对中国人民以止气势 加拿大可以用这句话回应中国 所以联邦政府不需要顾虑中国威胁 应禁止华为以保护加拿大国家安全 备受争议的卑诗省投机空置税 真的就要来了 还没有等到华人吐槽 加拿大的主流媒体已经炸锅了 从今年开始 卑诗省大多数城市的160万房主们 将不得不在每年春季申请豁免投机空置税 一旦你忘记填或者是填错了 就必须缴纳0.5%至2%的薪税 也就是说100万的房产最高就要纳税2万 这项薪税其实只针对不到1%的卑诗房主 然而却设定为默认征收 所有的房主都必须要需要申报才能豁免 这种消极寄费就像是有罪推定 有网友表示此举已经违反了加拿大人权宪章 Global News的报道 Negative Billing意味着被失房主可能要被迫缴纳投机空置税 即使他们没有投机 纳税人联盟表示 根据无罪推定原则 任何人在被判定有罪之前都应该是被看作是无罪的 而省府的薪税却首先自动把所有适用地区的业主都当作投机者 除非业主证明自己并不是投机者 按照省府现在的做法 上百万个业主都将被自动征税 除非他们能证明他们不应该被瞌睡 纳税人联盟还质疑 要处理超过100万份新的税务文件和电邮 省府为此到底聘请了多少新的雇员 此外 有关部门准备好应对可能引起的大量争议了吗 《环球邮报》专栏作者梅森的标题更加犀利 卑识NDP对投机税的征收方法重新定义了无能 文章指出 上个世纪90年代 加拿大的电视台增加了很多频道 并开始采取不拒绝就等于接受这类罢网硬上公事的收费 此举激怒了一项温和的加拿大人 他们把这种收费方式叫做negative option billing 反对声浪一波接着一波 最终联邦通过了禁止这种做法的法律 文章直指 被识NDP现在的做法让人恍然回到90年代 而他们的做法也同样遭到了民众的强烈反对 据悉 此次受薪税影响的主要是大温哥华地区 维多利亚大部分地区 Canona Nanamo和飞沙河谷等 华人对这一薪税也非常关注 截至目前有关海外买家 空中非人家庭的豁免要求 仍然没有官方的正式说法 此外 对于母语不是英语的华人来说 一旦有些条款看错或发生理解错误 就意味着要交一大笔钱 而卑诗省府面对如潮水般的 万一填错了怎么办的质疑 省府云淡风轻的表示 填错了就交 六年之内可以退税 吐槽归吐槽 需要提醒的是 2月4日之前 大家必须提交您的房屋居住状态 具体如何操作 可以参考温哥华市府的网站上的申报指南 今日 加拿大一名亿万富豪的离婚案震惊了全国 让人震惊的理由 莫过于离婚时需要平分的巨额财产 夫妻两人的身份都被隐藏 想必一定是有头有脸的富豪 这名亿万富豪来自蒙特利尔 三年前他和一名女子相爱结婚 一开始想两口的日子过得相当甜蜜 加上有英识的财富加持 两人的生活 就跟电视剧里的公主和王子没有什么差别 每年这对夫妇要出国旅行十多次 通常都是坐着四人飞机 去欧洲 去亚洲 去非洲 每次都是住当地最奢华的酒店 吃最有名的餐厅 一顿饭平均要花掉四百 霸道总裁每年给妻子买衣服的零花钱是两万 买化妆品的零花钱是一万 总之我负责赚钱养家 你负责貌美如花 但是呢 这段烧钱的婚姻并没有持续多久 便很快亮起了红灯 不知道是不是霸道总裁变心了 有了别的女人 还是觉得娇妻太能花钱 受不了了 两人的婚姻于近期开始恶化 而霸道总裁也变得越来越小气 小妻在法庭上控诉 老公小气到连她在电视上买个六块钱的电影 都要自己付钱 甚至她自己一个人在家时也被告诫 不许 除了在钱上的吝啬 生活上的关心也越来越少 有一次妻子病了 躺在家里的床上不能下地 她要求丈夫帮她出去买个药 结果就这样连小小的请求都被总裁拒绝了 而在日常的生活中 霸道总裁也常常忽视妻子的感受 动不动就自己一个人出差二十天 把妻子一个人留在家里独守空房 妻子日日以泪洗面 终于看透了这段婚姻走到了尽头 于是上法庭闹离婚 富豪离婚从来都是抽筋扒皮 尤其是加拿大这样保护婚姻中弱势一方的国家 交期要求霸道总裁要一次性给她1300万 另外每个月还要支付她5万块的零花钱 支付30万的离婚律师费用 当然现有的房产也必须分割她应有的份额 蒙特利尔移动1200万的豪华别墅 评分 美国佛罗里达一套6000万的豪华公寓 评分 魁北克洛朗山上的移动440万的豪景大宅 评分 价值50万的四辆车 两艘轮船 评分 在法庭上 娇西还要求丈夫支付那6块钱的买电影的费用 丈夫当庭同意 娇西表示 离婚后她必须维持和婚前一样的生活水平 生活方式 所以南方必须给她足够的钱 这可能是全加拿大最贵的离婚案了 父亲两人的身份被隐藏 想必一定是有头有脸的富豪 根据加拿大的法律 妻子的要求很有可能会被很大程度上的满足 这样的结果 你觉得公平吗 继2018年提价之后 从2月1日起 包括贝尔 Talus和什奥在内的电信巨头 将陆续再次提高部分家庭的网络计划的价格 据加拿大广播公司CBC消息 自2月25日起 Talus的家庭网络计划每月将加至2至5元 贝尔将从2月1日起 对大西洋省份的用户的网络月费提价5元 3月1日起将提高安省和魁省用户的多种网络计划价格 月费最高加价6元 数据显示家庭互联网是2017年各电信商所有电信服务中增长最快的业务 据本国电信监管机构CRTC公布的最新通讯监测报告 2017年86%的本国家庭订购了家庭互联网服务 比2016年增加了4个百分点 此外 2017年高速网络用户的每月平均数据使用量 也比2016年增加了30% 贝尔 Talus和少军表示 需要提高月费以继续改进网络服务满足不断增长的需求 贝尔称 过去5年内 用户的网络使用量增加了超过500% 为了满足这一需求 并为用户提供尽可能最佳的体验 公司的成本一直在增加 贝尔在至受加价影响用户的通知中称 去年公司的基础设施投资高达40亿元 以上是今天的港湾播报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右下方 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